第二百四十五章 一眼望过去 一如少年脸庞上的笑意 那般温暖和煦 目光扫过那张笑脸布满的清秀脸庞 然后停在了那双漆黑的毛子上 那里确实并未含有半点笑意 反而是一片漠然的冰冷 乔得萧炎的身形 大厅之内的众人赶忙向后退了几步 然后都是拥到了沙罗身旁 连一边的那几位不知来路的人 也都是这般举止 目光在大厅之内扫了扫 萧炎缓缓地走近 在他的身后 萧炎等人呢也是鱼冠而入 不怀好意地盯着对方一群人 沙罗团长 手段挺狠的 视线先是在那几位服侍 与沙之拥兵团团员不太相同的几人身上扫过 萧炎眼眸微眯 旋即转一向 那坐在椅子之上的沙罗 笑道 上次留了你的命 似乎是一个挺错误的决定 被萧炎那双冷漠的毛子这般盯住 沙罗身体呀微微有些发寒 不自在地扭了扭 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 偏头望了望那拥在身后的属下 眼角轻微地挑了挑 手中的茶杯 砰的一声 被他捏成了粉碎 你叫萧炎是吧 茶水混着粉末呀顺着手掌滴答而下 沙罗努努力地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淡然一点 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来路 也并不想知道 不过你今天这般的大摇大摆的闯进我杀之佣兵团 是否该给我一个说法 沙罗冷笑道 抱歉 没有什么说法 萧炎挠了挠头 灿烂地笑道 如果呀硬要是说有 那就是我想把你这杀之佣兵团给砸了吧 脸皮抽出了几下 萧炎那那嬉皮笑脸的神色 总是让得沙罗满腔怒火 而且在这怒火之下 还有着几分看不清对方虚实的内在 紧咬着牙齿 沙罗手掌猛得狠狠砸在了面前的桌面之上 顿时坚硬的桌面便是咔吱一声 直接变成了粉碎 好 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你凭什么来掀我的杀之佣兵团 怒吼了一声 沙罗身体表面之上 浑厚的斗气急速凝聚 转瞬之间好 那厚实的斗气铠甲 便是覆盖了他身体之上 你们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倒也省了我一些心思 今天都留下吧 体内开始奔腾的浑厚斗气 也是让他沙罗底子逐渐的撞了起来 大手一挥 顿时一股大斗尸级别的气势压迫便是弥漫着大厅内部 感觉到那股强横的气势压迫 肖顶等人脸色微变 脚步都是不由自主的退后了一步 平静地望着身体表面之上 气势逐渐浑厚的沙罗 肖岩却是缓缓地闭上了眼眸 浑身的气息啊完全收敛入体 若不细心地感应的话 还真会把面前的少年当作是一个不会斗气的普通人 乔得肖岩的这般奇异举止 身旁的肖顶等人都是微微一愣 不过他们却是并未开口打扰 安静地站在肖岩身后 随着肖岩的闭目 片刻之后 一旁的海波东淡漠的脸庞上突然闪过一抹诧异 偏过头来紧紧地注视着肖岩 在他的感应中 面前的少年气息啊 突然变得极为陌生以及恐怖起来 皱了皱眉头心中疑惑地喃喃道 就是这股气息 好强 即使是现在的我 依然也比不上 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只有斗师的势力 一会儿却又变得这般恐怖 真是个莫名其妙的怪胎 海波东实力远远超过这座城市的所有人 因此 他虽然能够观察到消炎体内 逐渐变得恐怖的气息 不过其他人呢 却是没有这种感觉 他们只是能看见 现在的消炎呢 似乎犹如是在闭目歇息一般 紧皱着眉头 望着那举止奇怪的消炎 沙罗心中逐渐泛起一抹不安 手掌一挥 沉声道 杀了他们 听得沙罗的命令 其后面的十几名沙支拥兵团的精锐团员呢 面面相去了一眼 寻起一咬牙 抽出腰间的锋利武器 几名斗师更是快速的召唤出了斗气沙衣 然后颇有声势的对着消炎冲杀而去 瞧得对方的举止 萧鼎脸色一冷 手掌一挥 刚欲带着人冲上前去 一旁的海波东 却是突然淡淡地说道 不用出手 看着就行 文言 萧鼎微微一愣 偏过头来 与萧利对视了一眼 拳击点了点头 虽然呢 他们对海波东并不熟悉 不过能够让得消炎都说是强者的人 相必实力也不会弱到哪里去 他所能见到的 自然是要比自己等人更要远一些 更深一些 将身后的众人阻拦而下 萧鼎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些冲过来的杀之佣兵团团员 紧握的掌心中略微泛着些许汗水 在那些杀之佣兵团的人 即将到达攻击范围之时 那紧闭的眼眸的萧颜娜 终于是再度睁开了眼睛 漆黑的毛子中 少了少年的几分朝气 多出了几分历境世事的沧桑 目光淡淡的凝望着 这些几乎已经能够看清楚 满脸猙獰的佣兵 修炎缓缓地抬起手掌 修长的指尖处 森白色的火焰一闪便是 在森白火焰闪射的那一煞 那十几名暴射而来的佣兵 身体骤然一僵 然后在那一道道 惊骇的目光注视下 一股洁白的冰层啊 突然自脚底满延而上 只是短短两秒钟的时间 十几道人影便是全部的 变成了通底洁白的冰块 望着那被凝固成冰棍的佣兵 一旁的海伯东 脸皮突然急速地颤抖了几下 心中狠狠地吸了一口凉气 别人或许会认为 那些冰层是由寒气所凝聚而成的 不过在他这个玩冰近乎玩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 那却并不是一种寒冰能量 在海伯东的感知当中 在被冰层包裹的那一煞 那十几名佣兵便是在青壳之间化为虚无 那是一种真正的虚无 连骨灰都没有一流而下 虽然这种白色的结晶体极为类似寒冰 可海伯东却清楚 这根本不是寒冰 因为在那结晶体之内 升腾的是一种近乎恐怖的炙热高温 这一家伙 这一手啊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吧 喉咙微微滚动着 海伯东再思维自己 当初在回复实力之时 没有选择与萧炎当场翻脸而感到庆幸 大厅之中突兀出现的十几座人形冰棍 让得大厅陷入了一种 近乎呆滞的沉默之中 所有人都是满脸惊骇的 盯着那在毫无预兆之下 便是变成了冰雕的人形柱上 浑身上下 突然有着一股发自内心的冰凉寒意 沙罗身旁 那几名不属于沙之拥兵团的斗师强者呀 也都是满脸呆滞的 望着那十几个冰雕 心中逐渐地涌上一抹不安 他们现在才有些感悟 当初沙罗的感觉呀 似乎并没有错 这次麻烦了 领头的男子啊 在心中难难倒 硝烟微微偏头 淡淡地望着那坐在椅子上 目瞪口呆的沙罗 脚步缓缓地 从十几具冰雕之中穿过 而随着他的贴身擦过 那些人形冰雕啊 咔嚓一声 竟然便是轰然爆裂了开来 冰雕爆裂 其中别说是人影 甚至连半点血肉都没有踪迹 这灵异的一幕啊 更是让得所有人头皮发麻 硝烟脚步缓缓走进大厅 片刻后 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 站立在了沙罗身前 微微低头 嘴角扯了扯 似乎是露出了一个笑容 轻声道 上次给了你提醒 为什么还要这般愚蠢 喉咙滚动着 沙罗咽了一口唾沫 额头之上 冷汗顺着脸颊低落而下 抬起头 梦着少年那勤着淡淡笑意的脸庞 一抹难以抑制的寒意 从绞心处身发而出 让得他犹如身处冰角 在这一刻 沙罗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以及那面临着死亡之前的恐惧 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 沙罗似乎并不甘心束手就擒 死命地催动着体内的斗气 顿时 身体表面之上的那层斗气铠甲呀 变得更加坚固了 目光泛着些许讥讽地盯着 那死命顽固的虾罗 硝烟轻笑了笑 修长的手掌缓缓抬起 然后就这般轻飘飘地对着沙罗脖子出落去 眼瞳死死地盯着那不断放大的手掌 沙罗想要闪避 却是悍然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呀 似乎是在此刻 根换了主人一般的 完全不听他的使唤 硝烟的手掌 轻飘飘地落在了沙罗脖子之外的那层厚实斗气铠甲上 硝烟那淡淡一笑 然后那层斗气铠甲 便是开始了自动融化 眼瞳在此刻缩成了针眼大小 沙罗能够感受到斗气铠甲的飞速融化 然而他还来不及说话 一只冰凉的手掌 便是轻轻地放在了他的喉咙之处 在那一刹 沙罗浑身的毛孔啊 骤然间地竖了起来 淡淡的死亡阴影 死死地缠绕在心头 大 大人饶命啊 在这一次的交手间啊 沙罗终于是确切地感受到了 对方那恐怖的实力 身体僵硬在椅背之上 生怕自己稍稍移动 那只死神之手便会突然一捏 将自己啊那条小命给捏走了 脸色惨白犹如僵尸一般 冷汗自身体各处渗透而出 只是片刻时间一见衣衣衫那便是犹如沁水了一般 知道青林的消息吗 消炎微偏着头突然笑了笑 声音轻柔地问道 文言沙罗微正 在他沉默的瞬间 脖子之处的手掌猛然间变得冰凉了许多 刺骨的寒冷 让得他瞬间呢 打了一个寒颤 抬起头 望着那漆黑如墨淡漠如冰的毛子 他丝毫不怀疑 若是自己再持一片刻 对方将会立刻将他冻成一罐冰块 当下脑袋急忙点头 声音因为恐惧而略微有些急促与尖锐 大人 我知道 恭喜你 你的命暂时又回到你的手上了 萧颜轻笑了笑 缓缓收回手掌 满脸的笑容 虽然何须如炎日 可却依然是 让他沙罗等人遍体生寒 在大厅内 那一道道近乎呆滞的目光中 萧颜随手抽出一张椅子 大喇喇的坐了下去 撇着那脸色惨白的沙罗 轻替着指甲 淡淡的说道 说说吧 你们最近呢 是怎么回事 以你的性子 似乎还没有横扫石墨城所有势力的破例啊 听着萧颜这略微有些损意的话语 沙罗也值得善善地笑了笑 沉默了一下 苦笑道 的确 我并没有想过 独霸石墨城这块地盘 而且 沙支拥兵团也并不具备 消除石墨城所有势力的实力 这一切的事情 或许还是因为 墨铁拥兵团 那位叫做 清林的小女孩 沙罗脸庞上的表情 略微有些后悔 沙罗 你可要小心你在说什么 我们家族能够帮你称霸石墨城 也能让你在顷刻之间消失 就在沙罗准备全盘拖出之时 一旁的挤人之手的男子 突然抱贺道 听得这贺声 沙罗脸色啊 微微变了变 片刻之后 他恶狠狠地转过头 对着那男子怒声道 妈的 要不是你们 老子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他们是谁 萧炎偏过头 盯着那几位 并非是杀之拥兵团的男子 轻声问道 见到萧炎望过来 那几位男子啊 急忙退后了几步 体内斗气急速流淌着 满脸的忌惮 眼角不住地 瞟着脚下 生怕那诡异的冰层 会突然地 从脚底下冒叹而出 显然 萧炎先前的那凡出手 已经让得这些人呢 心中 生起了些许恐惧 他们是墨家的人 那位叫做青林的小女孩 便是他们的大长老 亲自出手亲回去的 在抓走之后不久啊 他们墨家 便是联系上了我们 杀之拥兵团 说是可以借给我们人 然后帮助我们 称霸石墨城 不过条件就是 必须将墨铁拥兵团的 所有人杀光 沙罗扫了一眼 萧炎身后的萧鼎等人 说道 墨家 文言 萧鼎脸色微变 失声出口 他们是什么来落 萧炎那 偏过头来 妄想脸色 略微有些不好看的萧鼎 问道 墨家 加玛帝国 东北省份的 四大家族之一 其势力 虽然比不上 纳兰家族 这些庞大的家族 不过 倒也不可小觑 常年盘踞在 东北地方的他们 在那里 几乎是 根深蒂固 依然是一方 土霸主的姿态 极少有人敢去惹他们 没想到 此次竟然是他们 要对付我们 萧鼎紧皱着眉头 说道 墨家 他们的实力如何 手指轻轻轻的敲打着桌面 消炎第一声问道 墨家实力最强悍的 便是他们先前所说的 那位大长老 我听过他的名字 应该是叫做墨成吧 他的名头 在帝国东北这块地方 可是颇为响亮 当年曾经一个人 单枪匹马的 将东部最猖獗的 凶悍黑旋风强盗团 杀了个精光 要知道 那黑旋风强盗团 实力不容小事啊 其中光是大斗师 便是有三名 斗师更是有着 十几名之多 再加上天生凶悍 帝国几次派兵围剿 都未有太大的剑术 反而是损失了不少人 那场杀戮 可真是血流成河 因此也造就了 他筷子手墨成的外号 萧鼎晨声道 似乎也是一个狠人啊 萧延青笑道 当然 虽然身为一名斗灵 实力也的确很强 不过 让德纳墨成 有如今的这般声望地位 还主要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 说到此处 萧鼎的脸色 略微有些古怪了起来 什么身份 那家伙年轻的时候 曾经败入了云兰宗 后来因为要管理家族的事务 便是离开了云兰宗 不过那家伙也算机灵 虽然脱离了云兰宗 不过每一年啊 都会给云兰宗 缴上一份极其庞大的供奉 并且每次云兰宗有高层有喜事的话 他都会心自前去祝贺 为人极其圆化 据说 十几年前云兰宗宗主 收入门弟子时 那家伙也是受邀在列 从云兰宗回来后 那家伙就一直将这事挂在嘴上 满天下的炫耀 当然 能够参加云兰宗宗主的收徒仪式 也的确是挺让人羡慕的 虽然这样说着 不过萧鼎啊 还是轻摇了摇头 心中对那墨城的人品 略微有些鄙视 哦 对了 云兰宗宗主这么多年 就收了一个女弟子 你应该知道她是谁 萧鼎啊 叹了叹手 说道 嗯 微微地点了点头 萧颜淡淡地笑了笑 那女弟子 除了纳兰燕燃之外 还能有谁 因此 虽然这家伙脱离了云兰宗 可不仅未被云兰宗执法队追杀 反而弄了个外门直视的称号 这么多年来 很多强者在东北这块地方混迹之时 为与他起冲突的最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忌惮他背后的云兰宗 哈哈 毕竟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庞然大物 萧鼎叹息了一声 笑道 小子 既然知道云兰宗是我们墨家的后台 那便识相写 乖乖地跟我们回墨家 听得萧鼎的诉说呀 那几人之中的一位稍微年轻的男子 脸庞之上 忍不住地浮现些许得意 看他那种表情的熟练程度 显然 对这种药物扬威的事情 并不是投意回的干 然而 他得意的话还未说完呢 那坐在椅子之上的萧炎 便是随意地挥了挥手 一股冰层瞬间从其脚掌下 蔓延而出 然后将之包裹其中 同时也将那未说完的话 完全地堵了回去 今天就算是云兰宗的宗主来了 也不见得能把你们带走 所以 别再说那些脑残的话了 谁说一句 就多一句冰雕 萧炎连看都没有看 那冰雕一眼 语气淡默地说道 听得萧炎这般狂语 那剩余的四人脸庞上 涌现一抹怒气 不过 有着身旁那具冰雕坐镇啊 他们也值得狠狠地咬着牙齿 不敢再开口 不过 这些家伙还真是奇怪 抢了我们的人 还要反而把我们全部杀光 是有毛病 还是怕我们知道什么东西 萧炎顶眉头 微微皱了皱 有些疑惑地难难道 知道他们抓着青林做什么吗 萧炎望着沙罗 我询问道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 沙罗眼角 瞟了一眼 那多出来的冰雕 咽了一口唾沫 闪闪地摇了摇头 似乎 生怕萧炎不相信哪 他紧接着 又赶紧补充道 我与他们 没怎么接触过 那莫然便是我见过的 莫家的最高地位的人 乔德紧盯着面前的沙罗 半想后 方才点了点头 手指指向 那几位不知来路的男子 说道 他们应该便是 莫家的人吧 嗯 沙罗赶忙点头 笑了笑 萧炎将目光 转向那几位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的男子 笑道 几位 说说你们抓着清林的目的吧 那位站在守卫的男子啊 目光有些颤抖的 骚过那矗立在身旁的冰雕 喉咙滚动了一下 颤声道 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 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 笑颜眼眸微眯 屈指轻弹 腰翼的冰层 再度从那男子身旁的一人脚下 蔓延而出 瞬间之后 便是将之变成了一条 人形冰棍 我想听实话 萧炎笑吟吟的模样 在那几位墨家人的眼中 却是犹如恶魔一般恐怖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脚跟微微打着哆嗦 男子脸色因为恐惧 而略微有些发青 声音也是因此嘶哑了许多 文言 萧炎脸色淡漠 刚欲再度挥手 一旁的海波东 却是突然出声道 别问他们了 他们的确什么都不知道 以墨家保密的言格呀 是不会将一些重要的消息 告诉他们的 手掌顿住 萧炎回过头来 望着海波东微笑道 海老 你知道些什么吧 目光与那漆黑如墨的毛子 对视了一眼 半想之后 海波东主动地转移了开去 陈言道 当年我曾经与墨家接触过 所以知道一些隐秘 墨家的族上 曾经出了一位炼药师 不过他对正统的炼药术啊 并没有太大的性质 反而专注于研制一些 稀奇古怪的东西 比如从一些魔兽身体上 卸下点强壮的爪子 或者骨骼等等 然后啊 将之移植在人体之上 靠 挺变态的 消炎轻声道 的确很变态 不过那家伙也算是有些本事 最后竟然呢 也固能出一些东西 当时墨家的很多人呢 都移植上了这些东西 虽然力量啊 加大了不少 不过 确实将自己啊 搞得人不人 鬼不鬼 在将魔兽研究了许多之后啊 他又是将注意力 达到了一些 拥有奇异器官的人类身上 你也知道 总有一些人呢 有着与众不同的东西 而墨家的那位祖商啊 便是想尽办法的 将那些人抓住 然后从他们身上 挖走那些奇异的器官 最后 移植在自己人的身上 使得他们的实力大涨 说到此处 海波东脸庞上 闪过一抹燕额 显然 他对这些变态的东西啊 也是极为不敢冒 我想 那位叫做清林的小女孩 应该有点 与众不同的地方吧 不然的话 我也实在是想不出 他们费这么大的劲 抓一个小女孩干什么 听着海波东的话 硝烟脸色 豁然的变得 极为难看了起来 他自然是知道 清林身上 有着什么 与常人不同的地方 那所谓的 碧蛇三花童 就是连要老 都是评价颇高 若是那墨家人呐 发现了清林这秘密 以他们那变态的性子 自然是会想尽办法的 将之抓住 妈的 原来那些杂种 竟然是打上了 清林眼睛的主意 脸色阴沉如水 硝烟紧握着拳头 袖袍猛得一挥 一股森白火焰 抱涌而出 那一旁的几位墨家男子 除了先前答话的那人之外 其他几人 尚还来不及发出惨叫 便是被焚烧得凭空消失 一旁敲得突然暴怒的硝烟 海伯东微微愣了一愣 玄机心中略感明了 难难道 看来那位叫做清林的小女孩 还的确是因为这个原因 被墨家盯上了 留下来 魔论 魔论 魔论